五葉垃圾造型繽紛的熱氣球 點綴台東的晴朗天空 清晨天才剛亮 陸業高台就已經湧入了大批民眾 席家帶眷 甚至自備野餐店跟帳篷 為的就是要等待熱氣球嘉年華 開幕的美麗時刻 6點鐘一到 現場24顆熱氣球陸續升空 在湛藍天空和翠綠的山巒間 漂浮在雲海中 組合成衣服最美的風景 台東縣長饒信林 一早也登上升空的熱氣球 達成之後更是讚不絕口 在這一次的邀請40顆的造型球 有小狗 有海綿寶寶 有日本繪比獸 有小蜜蜂蝴蝶 所以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造型球出現 今年的熱氣球嘉年華 以孩童遊樂園為主題 各種造型可愛球 要一圓小朋友的夢想 開幕儀式還結合了 部門組八部合音 以及電光社區特有的竹炮 別具特色 雖然從今天開始 熱氣球嘉年華要收入園清潔費 機車新台幣30元 重機和汽車100元 但是美麗的熱氣球 依舊讓台東出現 一房難球的盛況 熱門民宿早在5月初就被預定一空 開幕第一週的房間也幾乎全部客滿 宣告台東旅遊旺季正式展開 記者徐玉露帶軍田李真華台東報導 今次有報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